今集就說說我小時候 由幼兒去到小學六年級左右 在家裏是做甚麼的呢 因為在家裏的時間都很多 你做甚麼 是否獨處 玩甚麼 尤其是都會很影響一個人的成長和性格 因為我跟阿哥 元梨昌年紀很近 差兩年半 所以我整個童年 尤其是家裏最無聊的時間 他都在這裏 所以我小時候不是玩很多女生玩具 反而是很多男生玩具 譬如有甚麼呢 賽車 我記得有一個有路軌 有兩輛車 還要搞一個盤 就可以鬥快 搞到手都脫皮 然後就有停車場 停車場是我最懂得的遊戲 因為是沒有mission的 即是你拍了所有的車 她又落回去 又第二輛車又進來再拍過 我都不知道mission是甚麼 所以我真的很怕這個停車場 還有那些車仔 對女生來說價格是差不多的 但有一個 跟車有關的玩具 如果大家可以在網上找到圖給我 我都會很感激的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玩 那一個是有路軌的 是日本玩具來的 路軌一格一格砌砌砌 還要有上斜路 可能有樓梯 然後就有大概四、五輛泥頭車 或者那些 我不知道怎樣說 地盤裏面找東西的那些車 你砌好之後 車就入了電 不用了 其實是一輛內膽要入電 然後她就會套 每走到某些位置 就因為一些物理的東西 它就會套了另外一輛車 可能一時是泥頭車 一時是那個爪爪鏟車 就套在上面 然後她的objective就是要運輸 有十顆、八顆膠珠 總之你砌好它 一開著電 砌適合了 就會可以粒粒不同的車 然後就可以根據它的mechanics 就可以運到那些珠珠去不同的地方 一直循環 我很喜歡這個遊戲 就是因為我的性格 其實我很喜歡觀察 我不喜歡下水 那東西自己玩 我就觀察 為什麼裡面的內膽 可以套到不同的車粒 原來有些位置是隔著的 所以車粒就會停在這裡 內膽就會走 就會套下一輛車 然後為什麼那些波波可以倒出來 好像自動地倒出來 或者為什麼那個爪爪可以把所有的波波 那我就很喜歡研究這些系統 所以沒有什麼我可能會拆散它 再組裝它 然後又觀察 看看它那些physics mechanics是怎樣 work的 那些車套有眼睛的 是日本玩具來的 如果大家想 其實我記得我十幾二十歲的時候 在玩具店都還看到 當然可能有少少不同 那些盒子那些 沒那麼夠 但那個mechanics是一模一樣的 我真的很喜歡那個東西 我覺得很聰明 很有趣的 到三歲開始 1983年就開始玩電腦遊戲了 那些是否叫做MS Dozer 或者簡單來說就叫PC Game 初初是用軟碟的 Floppy 中間有個洞的 有時Disk 1、Disk 2常常都要轉碟 後來就用硬碟 不知道有塊鐵可以左右左右 其實有時候我早起床 我哥哥還沒起床 開機也很有困難 因為那個MS Dozer 是只有一些字 有時候又要按Y 又要按N 又不知道要按什麼colon 又滑滑 都蠻複雜的 可能要到五歲左右才懂 大一點才懂得自己開機 還有那些英文其實不懂 小時候完全看不懂 玩過什麼遊戲呢 我這裡都寫下了 有Ultima 我之前說過 有一個叫Spy vs Spy 是兩隻狐狸 不知道在那裡追來追去的 然後我姐姐就很喜歡玩一個遊戲 叫做 The World of Finding Common San Diego 捉賊 又去到倫敦 Paris 莫斯科 美國 這裡那裡 捉賊 有很多英文 只有她才懂 我當作是動畫 都不知道她在做什麼 有一個game叫 Load Runner 有一個色色Poker 很好笑的 玩Poker 贏了很大的女人 就會脫掉一件衣服 最後要脫掉她的褲子 很難 很好笑的 總之 那時候都玩很多computer games 然後轉到紅白機的年代 真棒 首先是紅白機 再加磁碟機 我喜歡玩很多game 因為我哥哥也很喜歡打遊戲 很多game都有2Players 適合我們 因為我姐姐已經大了很多 她也不喜歡玩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星期五記束完 放學回家就打遊戲 吃完飯又打遊戲 星期六 星期日很多時間都是打遊戲 而我媽媽其實也沒有什麼管束我們 我覺得也不是很大問題 你打遊戲手眼coordination 學一下日文 學一下英文 都OK 沒什麼不良意識 我覺得 我比較喜歡玩熱血高效 又有個閃避球 有時候踢足球 我覺得熱血高效很低 因為她頭大身小 然後五右衛門 是很喜歡玩的 我哥哥就是五右衛門 他有個東西敲 好像一個 那些叫什麼 是用來吸煙的 然後我就要做那隻肥忍者 還有五右衛門 會有些金錢的concept 買東西 我覺得挺好 那些沙羅萬蛇我喜歡玩的 尤其是那個Q版的沙羅萬蛇 不知道怎樣打什麼 八爪魚 出來的東西是可愛的 不過我那個也打過很多次 有時候包完機又重頭再打 還有一些武器很有趣 然後我很喜歡看 就是看Metal Gear 我覺得是否這首歌很吸引 其實當時日本人設計的遊戲 真的很不錯 角色或一些歌都很吸引 令到我現在 其實常常上Youtube 會看回那些打機 由頭打到尾 快鏡當然是 打爆機 童年回憶可以回來了 大家有空都可以找一下 但通常要用英文找 因為那些片都是外國人 upload的 然後就玩雲斗羅 惡魔城幾集 還有一個遊戲很好玩 不知道叫什麼愛神什麼什麼 就是一個好像天使一樣 有支弓的 射箭的 然後很多Adventure 又不知道 進了一間房間 有個黃金池 它就可以跳進去 然後那些level power又會充滿了 真的很漂亮 而且是有首歌 開機的首歌很重要 然後我哥哥會玩三國字 這就是我最悶的時間 全部都是日文 他又可能買一些攻略本 就要翻譯 什麼什麼又派趙雲 又不知道去哪裡 那些 有時候又拿一些資訊 完全悶到爆 我覺得體字又不明白他在做什麼 Mario當然有玩 而我最喜歡那個version 有一個是有得變狸貓 又有得飛 我認識很多那些洞 是很快爆肌的 而且很漂亮 去到那個level 一開始那個胡蘇佬 其實很醜樣 當然是 足球小將有打 又是要學日文 什麼窩裡射球 什麼衝力射球 另外一個守門員叫什麼 小志強那隊懂得扔門柱 他又有幾種接球的方式 你又要看他那堆日文字是為什麼 其實也很好玩的 足球小將 其實冒險島我都挺喜歡玩的 那個肥泰山 然後就有一個叫影之傳說 就好像類似忍者 又不知道要救公主 還有一個印象深刻 就是叫綠色冰團 Green Berret 我覺得畫面很漂亮 那打遊戲 除了練那個coordination之外 其實我想 都是看一下自己 對什麼遊戲有些preference 相對消失 我想2Player更加要和另一個Player 溝通怎麼破關 你負責什麼 你負責什麼 都有一個teamwork 有一個團隊性在裡面 就是一定要合作 還有有些Games 他都說一定要我幫忙 先打得贏 打得贏的大哥 但實際上我就 喜歡觀察多過落手 這些人是老闆格 喜歡管 給指令多過自己下手做 下手做也可以 但比較prefer 看整個大環境 然後是指三指四 除了打機之外 去到超任那些 超任已經很少打 我記得有一個Dragon Ball Z 是很好玩的 是抽卡的 有弓 手 有龍珠 後來有些Dragon Ball是打鬥的 我不喜歡玩的 世家我是沒有own過的 我記得有部PC Engine也有的 其中有一個遊戲也蠻好玩 但PC Engine好像沒有什麼很有印象的遊戲 打遊戲就差不多 因為去到中學都打少了很多 可能有時他自己打 而且佔得我最多時間 除了打機以外 就是看漫畫 動畫那些 你說普通卡通 當然大部分香港人都是看 小朋友都是看一樣的東西 但漫畫呢 都是我哥哥介紹給我的 因為那時 我還要去什麼三月 地庫那裡去日本書店 漫畫店 買日文的漫畫 而我當然不明白為什麼 難道那時沒有中文漫畫 還是日文出先呢 日文是出先很多的 但你買了日文漫畫 其實我看不明白他講什麼 我都有看一下 但除了買這個日文漫畫之外 就是我哥介紹給我看很多不同類型的漫畫 去到中學反而這個影響比較大 比如看《優遊白書》 《我門的宿球場》 這些可能很後期 《入樽》固然 還有什麼呢 很多的星矢 總之全部我的漫畫的Hobby 就是由我哥哥開發回來的 《新世紀風刺戰時》那些固然是 都看很多 唉 多到 但我覺得看漫畫 都不是浪費時間的 因為都學到很多東西的 還有日本的漫畫都不是很低B 我覺得都有一些比較深層次的心理在裡面 真的不是只這樣公仔輸 然後呢 去到中學 我跟哥哥玩少了很多 因為自己有自己的圈子 放學都可能是練球 或者自己出街 所以在我記憶當中 就少了一起玩 但反而就是 星期六晚會一起看《勁歌金曲》 他那時喜歡郭富城 我喜歡鄭秀文 只要他們一有快歌 我們就會錄下 然後呢 就嘗試不斷replay replay 然後在家對著電視 就跳那些chottomate 跟著他跳 嘗試學 他會學什麼語中感嘆號 我還有很多的大報復 叮當 但就不是一起做 他有男生練 我有女生練 同年就差不多 還有平時很無聊 放學就會去游泳 還有那時有去學跆拳道 放學活動也不多 我回家也不會練小提琴 因為小提琴是留在學校的 所以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賺貴地說 是很多很多時間去打機 但我覺得也不是很喪智 你看我現在也是一個健康地成長 不是沉迷打機的女子 我覺得是OK的